欢迎您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说几句 因为刚才吴老师也可能有的时候还需要看一下内交稿 希望大家这个能见证 就是我自己其实可能要比较意外 我其实不是这个访问的学员 所以我就只是分享一下 就是作为我作为一个不是访问的学员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我的成长过程中呢 就是说到了这个网络公的这个自由门啊 应该是网络公的一个软件啊 就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大陆这个墙嘛 所以搬墙软件比较使用起来比较麻烦啊 但是比较需要好用这个自由门 所以对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有很大的帮助啊 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其实啊 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见啊 就是我们看看很多问题的时候 需要自己的成见放下 尤其是项目海外 比如说啊 我可能是因为我学习啊 生物学习这个医药研究 可能会对中医有一些成见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我的同事信仰中医 难道说我就不能够听听他讲的报告 或者是他的观点 或者是他讲话 我一定要去反对他嘛 对不对 或者是 其实中医这个也不仅仅是中国以外 就美国有叫做chiropractice 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一个理论 但是呢 难道是说因为我跟他有些不同点 或者我不认可他的观点 我就抱这种敌意啊 他讲任何的东西我就不去听听他啊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对吧 我们应该放下自己的成见 因为成见会影响我们自己的判断 那么 其次呢就是 我觉得对法轮功也是一样 就是他们经历的这些故事呢 和他们的经验呢 我觉得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经验和教训 因为有句话怎么说呢 普通人呢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经验的 对吧 那愚蠢的人呢是不会从自己错误中学习经验的 聪明的人呢是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经验的 那我们可能在中国大陆啊 不会因为是法轮功学院被迫害 那我们可不可能买到一个漫尾楼 或者是说 存款取不出来了 或者是你信了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战台的诈骗的这个 这个这个批毒剧诈骗的 对不对 那你投资错了 那有没有可能 共产党也会用对待法轮功学员的这个方式来对待我们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关注法轮功呢 其实也是关注我们自己的利益 那 还有讲最后一个就是说 对我们海外的华人来讲啊 海外华人的政治利益啊 也需要我们自己去弄 你觉得共产党他会来 为我们海外的华人的利益来发生吗 对吧 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前段时间就乌克兰战争了 共产党让乌克兰的华人 在不要动啊 不会有战争的 对吧 他为了什么 就为了麻痹乌克兰政府 配合俄罗斯去打乌克兰 就有一个比较出气不意的一个效果 他告诉乌克兰的华人 不会有战争的 不用做准备 那结果真的打仗了 谁吃亏啊 那肯定是你相信共产党的外宣 对吧 你看你会发现了 共产党啊 在他们眼里 海外华人的性命啊 其实是他们的政治的仇位 是可以随时被损去的 你觉得它会为我们去发声吗 我觉得不会 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 能够在海外 能够联合一个组织 能够有一个体系 能够为我们海外华人去发声 那你觉得民主党和共产党 会为我们发声吗 我们的投票不是很多 对吧 我们只有百分之二 很不到的人口 那他们其实不是在我们的这个事情 那真正能够为我们发声 你会发现只有法门公的媒体 他们事实上 很多的价值观和利益 是和我们是相似的 所以我觉得 在海外来讲 对于海外的华人 我们帮助法门公 其实也是为我们自己的利益 谢谢我说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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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